欢迎来到起司推文 每天更新优质完结文 喜欢的记得点赞订阅哦 那么正文开始 结婚十周年纪念日 我等来一封离婚协议书 系统发出警报 一旦签字 我会被抹杀 我看着对面的男人 江燕 如果说离婚我会死呢 那就去死吧 我点头 利落签字 结婚十周年纪念日 江燕把离婚协议书甩我脸上 锋利的边角割破我脸颊 他怒指着我 成瑜 以前我怎么不知道你是这么恶毒的女人 你该庆幸 方静的孩子保住了 否则我饶不了你 方静是江燕的秘书 我替江燕收拾书房时 发现一张运简单 是方静的 他们 有了孩子 我捡起离婚协议书 手抖个不停 站立不只是心痛带来的 还有对死亡的恐惧 果然 系统事实提醒我 你知道的 一旦离婚 代表任务失败 你会被抹杀 我试图挣扎 江燕 如果说离了婚我就会死呢 你又想耍什么花招 男人无情 那就去死吧 对面 江燕坐在沙发 西装革履 神情冷漠 让我想起五年前 我失去第一个孩子 心里也随之出现问题 终于有一天承受不住 我选择在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 站上阳台 江燕不知道什么时候醒来 从后死死抱着我 浑身颤抖 阿渝 求求你 为我活下来 没有你 我不行的 不过才过五年 他就要叫我去死了呢 我冲江燕笑 带点破罐子破摔的意味 然后在他不悦的注视下 签上自己的姓名 几乎于自当写完 五脏六腑就剧痛一场 我不知道 原来死 也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江燕走得很急 带着那份协议书 如果他回头看 一定会看见我 疼得近乎晕死过去 可他没有 是啊 他急着去看方静 怎会顾得上我 昨天 方静突然找我 一脚踩空楼梯 快跌下去时 我抓住他 他却正开我的手 像指蝴蝶般跌下 他腿间那抹红 让人心惊 我立刻打 方静却扬起胜利的笑容 江燕在医院里打了我一巴掌 说我是杀人凶手 让我滚 我才知道 方静口中的这一招 是什么意思 痛感渐渐消退 好累 我闭上眼 意识消失 魂魄从宿主脱离 我来到地府 奈何乔 乌泱泱一条长队 泰尔乔见我 满脸戒备 毕竟我曾是这地府里 最大的麻烦 可这次 我只是乖乖地去拿号码牌 抬在队伍后头 泰尔终于松口气 我排在号 距离往生 那你真的要离婚了 那我们的婚礼 江燕忽然有些异性阑珊 推开她 结婚的事 以后再说 爱燕方静委屈 那我们的孩子 岂不是成了私生子 我不要 别乱想 江燕轻弹她额头 我是怕你身体不好 半婚礼暂时吃不消 方静笑了 窗外的阳光很明媚 落在她离窝处 江燕恍神 突然伸手去摸她眼角 你在眼角处 也点磕置吧 我更喜欢这样 空气莫名静了瞬间 两人彼此对望 然后他们旁若无人的拥吻 脸皮薄的小护士退出来 反手关上门 我什么都看不到了 像是自虐般 我坐在走廊的椅子上 隔着门板 隐隐听见 里面暧昧的男女欢爱声 不知过了多久 VIP病房门又打开了 江燕和方静走出来 我跟在身后 看他们调情 方静不满地撒娇 爱燕 我们以后要节制点 江燕捏她脸 坏笑 还说我呢 你叫得静也不小 惹得方静伸手拍她 却被她反握住 一定很爱燕 老宅里 江燕妈妈早叫人备了一桌菜 摸着方静还未显怀的肚子 一双眼笑得咪成缝 我就说啊 不下蛋的鸡早该赶出门 爱燕不是我说你 你要早离婚 和静静在一起 孩子都能跑了 以往江燕最是听不得这话 孩子是横跟在我和她心间的禁忌 她总是红着眼 像头被激怒的蛮牛 我不要孩子 再让我听到谁碎嘴 包括妈你在内 我绝不侵扰 忘了说 岁那年 我怀了江燕的孩子 可天灾难避 在江燕陪我产检的途中 一辆大卡车直直朝我们冲过来 刻在骨子里的爱恋 让我下意识挡在江燕面前 江燕断了几根肋骨 可我躺在ICU差点醒不来 我失去孩子 也失去子宫 永远失去生育能力 那时江燕总在我崩溃时说 我只要你好好的 孩子 我不要 我只要你 阿鱼 我只要你 而现在 我视线回转到江燕身上 嗨 誓言果然只能用来听听 他没有否认刚才那番话 落在方静小腹上的眼神 却带了混淆 挣扎 明明就要如他所愿 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 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在此刻 露出这种眼神 其实江燕妈妈 早在几年前对我说过 小燕现在还年轻 可以不要孩子 可以陪你风花雪月 可你凭什么认为 等她到儿立之年 看到同辈的孩子满地跑 内心不曾想过 自己也有孩子围在身边 叫她一句爸爸 再者 她拼命打下的事业 会甘心拱手于人 到时 她眼里还能有你 我不信 只用一句话 堵了她妈妈的嘴 我说 江燕爱我 那时我天真 以为爱可抵过一切 结果一切都如她妈妈预料 江燕今年正直而立 的确和别人有了孩子 眼里确实也没有我 还真是指子墨如母 我在心里倾巢 江燕 你负了我 这一事 我不会再等你了 饭桌上 江燕妈妈又发话 小燕 再不办婚礼 静静可等不起咯 她一有所指的 看向方静小腹 到时穿婚纱可不好看 方静红透脸 可江燕不知在想什么 居然提出 先办订婚宴 婚礼晚点再说 气氛都烘托 都这结果眼了 男主角居然不配合 方静当然不开心 江燕却主意已定 一顿饭吃得心不在焉 就连回书房看文件 脸上也一片茫然 竟然文件拿反都不知道 她是紧张了吗 所以才提出 先办订婚宴 我不知道 在商场上 向来杀法果决的人 在面对婚礼时 竟然也会像小男生一样 紧张无措 毕竟我和她结婚 没办婚礼 这时地府传来消息 奈何桥的队伍 已经排到号 我看了看手中的号码牌 还远着呢 说不定他们办订婚宴时 我还能赶上 要是江燕知道自己订婚 前妻的魂魄就坐在台下看她 心里会有什么感想 一定觉得很恶心吧 我恶趣味地笑出声 江燕把订婚的事宜 全程交给方静去办 喜欢什么就买 不用替我省钱 方静拿过黑卡 坐在椅子上 仰头看天花板 我知道江燕有烦恼 每当她迷茫 拿捏不定主意的时候 就会露出这样的神情 至于凡什么 如今她前全傍身 很快又有一个 她想要的完整家庭 我实在猜不透 江燕终于起身 驱车去往婚纱店 几乎她刚踏进店门 方静就从事一间出来 饶事我心已死 见到这样的场面 还是忍不住起波澜 方静身上穿的那件婚纱 是江燕专门请 著名意大利设计师 为我设计的 一尺一寸 都是按照我的身量来 就连图纸每一步 江燕都要参与 那是她眼睛很亮 拉着我的手 阿渝 当初没条件 让你受委屈了找个日子 我们把婚礼补了 阿渝 我真的好好奇 你穿上婚纱的样子 婚礼那天 凡事将是产业 一律八折 现在 她即将要把婚礼 给了别的女人 店员一脸紧张迎上来 她还不认识方静 江总 是她 她执意要穿 没经过我们同一四字 江燕挥手 示意她不用再说 男人就这样静静站着 看着对面 洋溢幸福微笑的女人 两人对望 像极了偶像剧里 导演爱拍的宿命感 江燕缓缓走近 不是是礼服吗 她把声音放得很轻很柔 怎么是起婚纱了 方静笑 她微笑的弧度 刻意精心训练过 一个标准的心月形 离我凹得很深 就是突然好奇 我当你的新娘 是什么样的 江燕视线落在她眼尾 有些激动 按过她的身子 面向镜子 我看见 方静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在眼角处点了刻制 为了迎合江燕的审美 她可真够拼 不过效果的确不错 只见江燕似乎喜爱极了 来回抚摸着她眼角 最后狠狠抬高她的脸 低吻下去 我实在没眼看 绕到后面去看婚纱 精致华丽的婚纱 琳琅满目 中式的 西式的 洁白的 大红的 只可惜 关于穿婚纱服 嫁给自己爱的人 我判了两事 仪式都没实现 耳边传来 两位店员的窃窃私语 无语 不知道那女的拽什么呀 趾高气昂的 你看见 她刚刚指挥我那股静美 小声点 未来她可是江太太呢 我看她就是个盗版货 你不觉得她一言一笑 都在模仿前江太太吗 而且和前江太太 也长得有点像 我愣住 这话 我曾经听到过 当时我去公司找江燕 途中听见两个女员工在聊天 你觉不觉得 老板新招的秘书 长得有点像老板娘 是有点 估计也是这一点 才被老板选中吧 要不然那么多名校毕业 又有能力的人 应聘这个岗位 她一个末流大学 凭什么来 简直拉低公司人均学历 我回神 细细打量起方镜 明亮灯光下 她皮肤透得发亮 年轻靓丽 笑起来夹侧离窝隐隐若现 恍惚间 我以为看见二十岁的自己 身上起了鸡皮疙瘩 我看着江燕 机遇作偶 她什么意思 喜欢我这张脸 又嫌我功能缺陷 所以找个完好的替代品是吧 我简直要恨死了 这么多年 我在她心里到底算什么 更可怕的是 我发现一切原来根源可循 一年前 江燕把一份重要的文件落在家 我去给她送食 撞见意想不到的一幕 方静去给她送咖啡时 不小心把咖啡泼到她身上 江燕洁痞严重 脾气大发 连咖啡都端不好 我要你做什么 让你提交的材料 现在也没见影 公司要你吃白饭吗 不能做 就去人事不第辞城 方静带着啜气声道歉 忙抽纸巾去替江燕擦 擦着擦着 从胸口处擦到小腹 紧接着 就是皮带往下 而江燕不知道在想什么 竟然盯着她的脸出神 恍惚取代圣怒 连制止都忘记了 还是我事事敲门 江燕听到声音 如梦初醒 猛地从办公椅上站起来 想必那时起 她就在以伤人的眼光 小心衡量 替代品的价值了吧 我摸上自己眼尾处那颗小痣 愤怒涌上心头 也罢 反正队伍已经排到号 我即将往生 记忆也不再有江燕 江燕 我在心里默念 你最好祈祷 不会有后悔那天 因为我们生生世世 永不再见 自从婚纱店出来后 江燕和方静的感情直线上升 几乎每天沾一起 仗着热恋 方静肆无忌惮提要求 爱燕 今晚宴会 我也想参加好不好 我还没参加过宴会呢 挺想去开开眼界 这次 江燕没有像给她买珠宝 买包包一样毫不犹豫 她说 都是生意场上的事 你去 剩下的话卡在喉咙里 因为方静仰起笑脸 又露出熟悉的微笑 爱燕 我想陪你去吗 阳光从落地窗里穿进来 照亮方静的眼眸 江燕看呆了 拒绝的话收回去 好 多依你 晚上的宴会 公筹交错 小提琴声乐儿 不少有头有脸的人物 都来参加 方静精心打扮过 身穿一袭鱼尾裙 一点拘束不鲜 优雅自如 全然豪门贵太太的姿态 江燕揽着她 穿梭在人群 依依向生意上的伙伴介绍她 在之前 我曾陪江燕 参加过无数场宴会 大家自然是认得我的 圈里还流传 我们是神仙夫妻的美颜 所以 见到江燕身旁的新人时 不少人愣了会 但到底都是人精 坐在这个位置上 什么情况没见过 何况上流社会 有哪个成功男人怀里的女人 是固定的 很快就端起酒杯 向江燕祝贺 恭喜恭喜 早生贵子 江总魄力非凡 将来的孩子一定不平凡 我看二十年后 紫成复业 将是更要我们望尘莫及了 哈哈 说来说去 都是些阿谀奉承的话 江燕却很受用 心情大好 一晚上对敬酒的 都来着不拒 喝得一通烂醉 还是方静把她扶回房 她半眯着眼睛 意识涣散 方静一边给她脱衣服 一边抱怨 喝这么多 身体不要了 累死我了 宝宝都有意见了 她拉过江燕的手 放在小腹上 瞧 宝宝好像踢我了 我看得想笑 才三个月 哪来得太动 然而 江燕的手 就着方静的手 怜惜地来回抚摸她的肚子 然后伸手把人拉进怀里 暧昧在升温 我只觉得恶心 刚想退出房间 方静忽然爆发出尖叫声 不止她 就连我也惊呆了 她对着江燕又锤又打 江燕 你给我把话说清楚 我就知道你还忘不了那个女人 你起来呀 起来 我让你起来 把话说清楚 床上的男人 本就醉得不省人事 嘟闹完那句话 早已沉沉睡去 方静怒火无处可发 侧眼看见全身镜里的自己 发疯般拿起一旁的水杯 砸向镜子 直到镜子中她的脸 裂成碎片 她才捂着胸口靠在床边 气都喘不上来 眼里满是恨意欲不甘 我抱着膝盖 坐在江燕别墅前的台阶上 听着里面打杂的声音渐渐消下去 满脑子都是 刚刚江燕抱着方静 喊得那声阿瑜 我可不认为江燕对我还有感情 只是我们认识将近年 有些习惯是 刻进骨子里 一时难以更改 二十岁的江燕 还没有发达 我陪她守在不足二十平米的出租屋 替她洗衣做饭 为了省电钱 我一向不舍地用洗衣机 冬天 常常满手冻疮 而江燕 肩过职 跑过车 干过苦工 只要来钱快 再粗 再累的活都愿意干 每当她累到极致 都会回到出租屋抱着我 一遍遍喊我阿瑜 阿瑜 江燕说 这样她就冲上电 浑身干净 又能为美好明天奋斗 而数百个夜夜的呼唤 不是一下子 就能从记忆里剔除的 但这些 方静都不知道 仅仅因为江燕一句嘟囔 就以为她还忘不了 我而抓狂 我心里突然一阵快意 方静 算计完我 你也保过呀 第二天早晨 我以为方静 会迫不及待找江燕算账 没想到 她一大早熬好汤 来到卧室 坐在床边 柔声对江燕道 阿燕 我做了甘蔗排骨汤 你喝点醒酒 对身体好 甘蔗排骨汤 说来真巧 往常江燕出去应酬 我也是做好 甘蔗排骨秃汤等她回来 方静还在说 快喝吧 晚点就凉了 面对家人闻声软语 江燕抬手搭在额前 露出前所未有的疲惫神情 她没有揽着方静 甜言蜜语一番 反而挥手让她出去 方静牙都要咬碎 可还是体贴地嘱咐道 阿燕 那你先休息 有什么事在喊我 她轻轻地关上门 走了 不得不说 方静实在是进退有度 也难怪这么多年 想拍上江燕的女人不少 只有她成功了 醒酒汤就放在床头柜 江燕静静望着 两酒 她终于端起碗 一口气喝完 在把碗放下时 眼眶红了 只是一碗醒酒汤 就让她感动至词了 我冷笑 就看到江燕突然起身朝我走来 我以为她能看见我 吓了一跳 忙闪开身 事实证明我想多了 人哪里能看见魂魄呢 江燕来到衣柜前 拉开柜门 在一堆名贵的西裤里 一件破旧的粗麻裤 显得格格不入 我吃惊的瞪大眼 还以为离婚后 她早就把这件裤子丢了 江燕无声站在衣柜前 背影看起来竟然有些寂寥 我没管她 注意力全在那件粗麻布裤子上 年前 我和江燕在镇上一所中学认识 我们的相遇 是我刻意安排 她家境贫困 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 衣服总是打满补丁 有一次体育课 因动作过大 她的裤子从大腿内侧 人账得通红 愤奔地转身就跑 我心疼不已 从小麦不买了针线 追出去 在校医室找到她 正是上课时间 校医室也没多少人 我说 你脱下来 我给你补补 江燕瞥了我眼 偏开头 语气很差 我们只是同桌 这种事用不着你来 我一意孤行 你躲到床上去 有帘子挡住 我不好后 递给你 难不成你要一天都躲在这 她这才总算答应 从此 我们渐渐数起来 我陪着她 从学生时代 走向民政局 从她同桌 变成妻子 她却因为我不能生孩子 转身抛却十几年的相守 衣柜门砰的关上 拉回我思绪 江燕头抵在柜门前 喃喃自语 阿渝 阿渝 不知道为什么 这些天没有你 我觉得好累 和你离婚后 心里也不开心 方静站在门口 扶在门口的手紧的发白 成渝 我不会让你抢走阿燕的 得 还把我当对手呢 要是还活着 我高低跟她说一句 我才不抢 这种渣男 让给你 估计是白天的苦闷 下午江燕班也不上了 居然跑去咨询心理师 咨询师建议她 如果你还对前妻念念不忘 江燕不承认 纠正道 也不是念念不忘 就是觉得内疚 对 就是内疚我不爱她 她重复了一遍 像为了坚定自己的念头 咨询师古怪的看了她一眼 既然这样 为何不选择做回朋友呢 像江总您这样的成功人士 外形条件也好 没有几个女人能抗拒得了 我觉得 离其恨 相反您的前妻离不开您 呸 什么垃圾咨询师 你是我妈 你就觉得 就是个看人下菜的 我对她挥一拳 可惜只是魂体从她脸部穿过 可江燕很认同她的话 甚至还做了笔记 每天细细琢磨 也不知在琢磨个什么劲 直到订婚宴慢慢提上日程 我才知道 她在心里谋划什么 订婚事宜 先前都交给方静来做 现在江燕要了一份空白请柬 在书桌前写得认真 方静看清邀请的嘉宾 眼眶一下红了 阿燕 我不想要她来我们的订婚宴 江燕安抚她 乖 她就像我的家人 得不到她的祝福 我心里不舒坦 这个她是谁 我上前看 气得吹胡子瞪眼 请柬上邀请的嘉宾是我 江燕怎么敢的呀 别太离谱 她看着大红色的请柬 又看了眼一旁 准备好的贵重首饰 目光柔和 自言自语起来 阿鱼会原谅我的吧 这些年 我们就像家人 见过大风大浪 一路扶持 哪怕离了婚 我凑热闹地坐在她的副驾驶 我好奇不已 真想看看 江燕见到我腐烂的尸体时 会是什么样的表情 会痛到撕心裂肺吗 还是为少了那么重的内疚而庆幸 江燕来到我们原先的住处 居然有静相情窃的意味 在门前转悠了会 迟迟不按门铃 直到引起路人警惕的眼光 她才暗响门铃 等了半天 不见我开门 她变得烦躁 掏出钥匙 我满怀期待地看她 即将把钥匙抵进锁孔里 门却突然从里向外推开 是我一直资助过的学生 谢知义 现在在A城上大学 我想起来了 她有在微信上和我说过 要给我送奶奶做的桂花糕 我和她向来亲近 索性也给她配了把钥匙 让她没事来玩 江燕愣住 阿鱼呢 死了 哭哧 太好笑了 知义平常就是冷清的人 说话能一个字表达 绝不说二字 如此不吉利的话 由她这样表达 竟然笑料十足 江燕被激怒 你胡说八道什么 知义冷冷道 没胡说 江燕眼睛一转 呼得想道什么 你们关系这么好 她让你这么说的吧 上次说离婚就死 这次还演上了 随便你们 她冷冰冰道 叫成于下个礼拜日 来参加我的订婚宴 她说过的 不想缺席 我人生每个重大的日子 江燕把请柬和礼物 强行塞进知义手里 想走 知义拉住她 满是愤怒 是不是真的 你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这么点距离 花不了你多少时间 江燕停住 面上有动摇 可她还没来得及往里走 方静就打来电话 安燕 我身体不舒服 你来一趟好不好 江燕面色慌张 是不是孩子哪里出现问题了 你别急 我马上到 她转身飞跑 知义看着她的背影 眼睛流下两行泪水 终于忍不住发出气声 于姐 我好为你不值啊 好一会 她擦干眼泪 看着手里的情节 勾唇一笑 于姐 你再等等 等我报复完这对狗男女 我就带你去大海 这些日子 她早就替我安置好尸首 我的骨灰盒就放在房里 我不知道她想做什么 有点担心 一连几天都守着她 所幸 知义每天日常就是吃吃喝喝 并没有做出任何极端的行为 我一颗心总算放下 抽空去地府看了看 奈何桥的队伍已经排到号了 很快就到我 巧的是 江燕的订婚宴 也在明天举行 订婚宴如期而至 江家举办的风风光光 甚至还特意请了媒体 方静穿着礼服 美丽动人 江燕一身白西装 同样气宇喧 真真是一对逼人 可这样喜庆的日子 江燕也急躁不安 不时看着某处一个空位 就差没站起来来回夺步了 方静注意到她不对劲 死死抓着裙脚 在江燕准备站起身时 呼地抓住她 阿燕 我身体不舒服 我们回家好不好 方静手搭在小腹上 小脸满是疲惫 江燕视线落在她肚子上 点头 一进房门 方静一改刚刚娇弱的姿态 妖娆地缠上江燕的胳膊 她轻易地蹭了蹭 阿燕 江燕忽略她的暗示 拨开她的手臂 不是身体不舒服吗 你先到客房休息 方静难堪 不可置信地问 客房 她不一会泪水迷茫 阿燕 你是不是后悔了 后悔和我订婚 江燕深深地看她 眼神长久的方静都慌了 就听她说 别乱想 今天你也累了一天 你身子弱 好好休息 说完 她竟直进了卧室 独留方静一人在客厅 方静垂头在客厅做了会 不知想到什么 垂在沙发上的小手握的用力 根骨闭线 终于 她起身 跟着进了江燕的房间 水声嘻嘻沥沥 从洗手间传出 是江燕在洗澡 方静来到床边 关了明亮的大灯 打开床头灯 室内一片暖黄 氛围十足 她脱下礼服 光着身子缩进被子里 脸上露出一抹娇羞 然而下一秒 她似乎摸到了什么异物 缓缓掀开被子 啊啊啊 方静发出尖叫 吓得从床上跳起来 连连后退 什么东西 我好奇地凑上前 饶是魂魄一条 也忍不住倒吸一口气 床上竟然躺着一个 冰冷的骨灰盒 听见动静 江燕围着浴巾 从浴室跑出来 怎么了 她醋眉 方静趁机躲在她怀里 床 床上 她指着床 说不出话 江燕走过去 视线触及那个骨灰盒 脸色一僵 昏黄的灯光下 骨灰盒散发着诡异的光泽 江燕倒吸一口凉气 拿起压在骨灰盒下的纸 那是一张死亡证明 我的死亡证明 成余死了怎么可能 方静下得不轻 是谁把她的骨灰盒放这里的 除了之意 还有谁能整得了这一处 我心下了然 看着方静苍白的小脸 莫名觉得好爽 江燕面色铁青 猛地抬手 打落床头柜的台灯 玻璃碎片劈里啪啦 室内一片黑暗 她把那张死亡证明 用力撕个粉碎 额角青筋突现 捧起骨灰盒大步往外走 爱燕 你要去哪里 方静想追 可她光着身子 只好先套了件衣服 江燕头也不回 在车库 方静拦住她 她挡在车前 语气坚决 今天是我们订婚日 你哪里也不许去 更不许去找那个女人 爱燕 这是她使的手段 就是为了报复我们 爱燕 求你别去 你别扔下我 江燕不耐烦地挥开她 滚开 她刚坐进驾驶座 右侧的车门就砰了一声 方静也跟着坐了进来 她死死看着前方 我死也不会下车 要么在这里耗着 要么带我一起走 江燕盯着骨灰盒 双眼通红 没再管她 直接发动车子 方静真的很拼 其实江燕现在的状态 根本不适合开车 她目自欲裂 理智全无 嘴里还念叨着 不会的 不会的 我的阿鱼不会死的 一定是玩笑 对 是玩笑 车子超近道 闯进了小路 没过多久 就传来碰的一声巨响 车头撞到一棵大树上 气囊弹出来 江燕缓了几分钟 才清醒过来 但她身旁的方静 情况就很不妙了 她因为没系安全带 被撞得很严重 血从她头上流下 下半身也卡在车里 她喊声凄惨 艾燕 救救我 救救我们的孩子 江燕看着她求饶 面色复杂 她说 阿鱼还在等我 不方静意识到什么 想伸手去助她 江燕轻而易举拍开 我已经替你叫了救护车 你再忍忍 这一刻 江燕下了车 跑到大道上 拦了辆计程车 前往我的住处 大门被她敲得震天响 门从里推开 知义站在门口 面无表情 江燕握着她肩膀 壮弱癫狂 成鱼呢 她在哪告诉我 知义指着我的卧室 她在里面等你 江燕面色浮上欣喜 快步走过去 我就知道 我的阿鱼没有死 没有死 她喃喃自语 推开门 却被眼前的景象惊注 我的房间 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布置成灵桃 而那一张网照 就正对着门口 只要一推门就能看见 照片上 我笑容明媚 眉眼弯弯 只是那满目的黑白 让所有的明媚湿了色 江燕顿时如死尸 拖着身躯一步步走近 还没等走近 竟然一下瘫坐在底上 知义冷眼看她 刀子一样的话 直指刺向她 你知道余余姐是怎么死的吗 心脚痛活活痛死的 你说她最后一刻在想什么呢 我猜她一定很后悔 十年啊 她得到了什么一张离婚协议书 我真庆幸余余姐 在你订婚前就死了 不然还得再被你恶心一次 江燕有一处私人海岛 我们计划以后 在那养老 她把我带到海岛 给我立了个墓碑 不停和我说话 阿余 我原本是想等方静生下孩子 给她一笔钱打发走 我们一起养 可后来不知道怎么 看着她我就像看到年轻的你 我忍不住 阿余 你原谅我 我真的只是太想要孩子了 才一时走错了路 说着说着 她摸着墓碑上我的照片 哭到站不起身 我却毫无触动 甚至恨不得上天让我现行 将她骂得狗血灵头 上一世 我和她青梅竹马 她是少年将军 名动京城 原以为 我们会自然而然结为夫妻 圣上一道圣旨 点名要我进宫 还当着江燕的面 与我调情 我实在想死 终于在一个深夜 我偷偷找到江燕 诉我的忠常 要她和我私奔 她沉默良久 阿余 我何尝又不痛苦 只是我将家世代忠良 一心向君 不可做出背叛君主的事 若有来世 我们再结为夫妻 我一直记着这句话 在她战死后 也悬梁而去 在地府里 我因执念太重 孟婆汤对我无效 我不想忘了江燕 忘了 下一世 我还怎么寻她 可死人不能带着记忆往生 这可是有被天道 全地府拿我没办法 对我这个麻烦头疼不已 终于有天 有鬼差也想出个法子 让我和系统打赌 我可以带着记忆 和江燕的转世重逢 只要我们能结婚 并且相守一辈子 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否则 就得乖乖转世 我笑了 江燕为了我性命 都可以不要 遂 我被土匪掳走 营救我时 千钧一发 她替我扛下一剑 眉头一点未皱 我以为胜券在握 然后满盘皆输 江燕总是有太多的借口丢下我 上一世为中意 这一世为孩子 我真的累了 江燕在墓碑前 不知哭了多久 从一带里拿出戒指盒 里面躺着的 是我和她在出租 相互交换的戒指 离婚时 她摘下来 现在又当着墓碑 将戒指戴上 傻笑起来 阿渝 我们还没去民政局办手续 我们还没离婚 还是夫妻 我们还是夫妻 对 对 她喃喃自语 一下一下地抚摸骨灰盒 走 阿渝 我这就带你去大海 她来到海边 慢慢打开骨灰盒 却像被烈火烫到 猛地把骨灰盒丢出去 我一看 骨灰盒里没有我的骨灰 只有几张B钞 上面是婴儿的雏形 是我那没福分出世的孩子 我一直没舍得 把孕姐的B钞丢掉 把他们收存起来 我反应过来 是芝衣做的 没想到啊 芝衣看起来清清冷冷 做事确实很话不多 我简直想坐在地上 捂着肚子笑 江燕眼眶通红 像被抽了魂拓 缓缓跪在礁石上 声嘶力竭 阿渝 阿渝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回来我让你回来 我再也不要孩子了 不要了 回应她的 只有呼呼的海风 江燕一脸死灰 一杀人罪 请跟我们到局里调查一趟 江燕身后站着两个男人 手里出示警官证 方静错规最佳救治时间 死了 连同她的孩子 实在是作孽 江燕哭着哭着 突然笑了 我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长盛将军 你们凭什么抓我 凭什么 谁给你们的狗胆 两个男人面面相去 疯的 江燕疯了 我没想到她是以这种方式 想起上一世的事 我一阵唏嘘 临走前 我到精神病院去看她 她居然能看见我 封禁一上来 向我扑来 阿鱼 我们说好 要结为夫妻 我就知道你会来 江燕对着空气 又哭又笑 精神病院的精神病 都没她疯 端着餐盘离她远远 我只看着江燕笑 不 我来是想告诉你 我们永生永世 都不再见 奈何桥 我端起孟婆汤 太熬打去 吓死了 还准备无好耳朵了 我开怀地笑了 刚到地府时 我因不肯喝孟婆汤 抗拒过度 哭声太大 简直没把地府闹死 这阵子 多谢你照顾 我端起碗 一口喝完 然后过桥 亦能生 生能变 变能成 成能毁 万事自有其发展规律 是我太过执着 一直追求不变 而对新的一切产生退泄 江燕 再见 我要去寻找我的美好了